嘉義縣東石漁港的漁民最近的漁獲量相當的豐盛 像是五載魚的價格比起一個月前減少了許多 就有漁民的猜測除了氣候因素以外 很有可能是日前所放養的漁苗替他們帶來的這一波大豐收 數量龐大的五載魚在漁市場等待漁民分裝 嘉義縣東石漁港最近連續幾天都捕獲數千公斤的五載魚 使得賣價比起上個月便宜了100至150元 而對於數量暴增的五載魚 漁民表示除了天候的影響外 最主要的原因很有可能是環保人士 日前所放養的五載魚苗 漁民大豐收 固然是美式一裝不過仍然要注意 補撈數量的控管不要讓放養的魚苗 心血白費造成海洋環境的失衡 聯合報黃黃泉嘉義報導 Ciao 中文字幕——YK